各位評審老師還有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是中山大學海洋科技系碩士班的學生 那我叫徐佳玄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題目是 入海生機 那這四個字後面的意思是什麼呢 待會我們會做解釋 其實我原本投稿是投海入生機 可是海入聽起來就是海入大餐 不太OK 因為台灣人其實對這個海鮮文化比較重視 對我們海洋教育海洋保育 其實比較沒有那麼重視 就如我剛才所說 我們台灣真的是四面環海的一個算是小檔 那其實我們台灣人對附近的海洋學 譬如說洋流啊 或者是海擠 或者是周邊的一些生物 其實並沒有那麼的了解 反而對於漁業或者是吃的文化比較熟悉 那就借用這個吳念珍導演的一句話 其實我們台灣是離海洋最近的一個國家 可是我們卻被一顆顆的削撥塊 隔成一道牆 我們沒辦法跟這些海洋這麼樣的親近 我覺得是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是碩士生 那我研究的題目就是陸生的蟹類 那我常常在想 除了科學研究以外 我可以從我的科學研究 帶給人們什麼樣的知識 或者是給人們什麼樣的啟發 大家有沒有看過Lucy這部電影 Lucy到最後變成百分之百之後 變成一個隨身碟 給我的啟發非常的大 因為知識其實到最後就是用來傳承 那傳承就是為了讓人類走向更好的未來 對所以呢 我也希望藉由我的研究 讓我們人類可以走向更好的未來 那陸蟹我待會會簡單做一些介紹 好 那我們簡單做一下介紹 因為曾吳的一句話 他說 我有認識 人們才會去關心 那我有關心 人們才會有行動 我有行動 生命才會有希望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第一步 就是認識 好 那陸蟹呢 他的意思呢 就是 廣義來講 就是 在路上有能保有一定的活動能力 因為我們大多都知道 螃蟹會生活在海裡面 可是這一些螃蟹 其實他的 右身是在海裡面 可是他長大之後 他就會上岸 直到他的繁殖期 他又才會 咚咚咚咚咚 跑到海邊去試用 OK 那陸蟹的定義呢 其實有這個 陸生的蟹類 就是 我們俗稱的短尾類 還有異尾類 也就是陸生的寄居蟹 我們也稱他叫做陸蟹 那他大多都生活在這個 我們台灣的沿岸 海岸林的底層 那他對海岸 像我們中山大學的海岸林 西子灣附近的海岸林 其實也有 相當多的陸蟹的族群生存 只是學生也沒有太長的注意 所以呢 我就趁現在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陸蟹對於我們人類有什麼貢獻呢 其實有很多的文獻在說 其實我們知道防風林是我們這個海岸的第一道阻隔 也就是我們可以阻隔颱風或者是一些海嘯 直接的侵襲到我們的內地 那陸蟹呢 生活在防風林的底層 他就是扮演著這個防風林種子的傳播 還有就是他會擾動這些土壤 使這些土壤更加的肥沃 對 那他是對海岸林的貢獻是相當的大 那簡單的介紹一些種類給大家認識的 那這些圖片其實都是我拍的 所以就沒有任何版權的問題 這個是毛竹圓盤蟹 那他其實在高雄的西山 壽山是非常的多 那他主要的特徵就是他的背夾很黑 眼睛也是黑的 那在胸圓群頭蟹相信大家也不太陌生 那就是在這個男子地區啊 或者是墾丁地區相當多的種類 那其實在我們的愛河 愛河兩側也有 也有這個胸圓群頭蟹上岸 那我曾經到國中演講 我有問這個國中生說 你認為這個陸蟹上岸好不好 因為之前有一則新聞是在說 這個陸蟹挖了很多的洞 然後造成有一個富人跌倒 那他跌倒就判國賠 那我就放了這個新聞 然後再問這些國中生 他們說不好 因為會造成人在手上 那我當然就是跟他們講 其實這是好的 因為我們表示我們的愛河水 越來越乾淨 那這些小螃蟹呢 就會攻擊給鳥類 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吃 那這樣子我們這個都市 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這個生物進駐 那這個是紫地蟹 那在這個小遊蟹有很多 那待會可以接著 那接下來講到陸生的寄居蟹 那他特徵就是他有一排的發生熔跡 那他是常常在海岸邊可以看到的 那這個是台灣第二大的陸生寄居蟹 叫做短掌路寄居蟹 那他很漂亮 常常被用來當作寵物販賣 所以他現在也面臨到很大的危機 在日本他是被列為天然寄居蟹 天然寄居蟹的意思就是 快變領絕種 對他沒有限制捕捉 那椰子蟹也是這個 陸生寄居蟹科的一種 那他現在是台灣唯一的保育類的節肢動物 那現在非常的少 只有在離島 或者是台灣的南部可以發現 那現在他們所面臨的挑戰 當然是非常的多 也引發了很多 各界的人士的關注 那首先是氣地破壞 或者是人類的爛國 或者是鹿沙 那我們當然 也可以常常在新聞裡面 看到這一些報導 比如說厚灣 他是一個全世界公認這個 入蟹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 可是全賓臨著要蓋飯店的這個危機 再來就是捕捉 這是一個香港的寄居蟹的一個專家 寄給我的一封信 他常常在關心我們台灣的這個入蟹的問題 因為他認為台灣的入蟹是相當豐富的 他相當的羨慕 那他寄這封信呢 他就說 你們不知道你除了研究 那你對寄居蟹買賣的問題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然後他說這個業者抓了十年 可是台灣都沒有立法來保護這些珍貴的動物 他覺得相當的可惜 那我當然就回答 希望我們能增加這個海洋科普的教育 因為沒有攻擊 沒有水球就沒有攻擊 那再來就是陸殺常常見的 對 那在墾丁呢 我們就會有很多的活動 例如幫陸蟹過馬路 或者是這些告示牌 其實我們在路上都可以看到 那也會這些環保團體呢 也會舉辦了這一些活動 就是一些宣導民眾 在他的繁殖季節的時候要減速慢行 那其實我個人也有做了一些小小的貢獻 在我大四的時候我曾經申請了一筆高東坪的計畫 那就帶著我們中餐大學同學 還有高雄醫學大學的同學 到小琉球去辦理 辦了一個海洋生態的營隊 因為我們知道小琉球 其實他是相當仰賴這個海洋觀光 他如果沒有這些觀光 他的經濟可能就會下降 那他們居民都是在做這些觀光的產業 那我們的主軸就是做海洋教育 就是告訴他們這些小琉球珍貴的物種 他們對人類有什麼的影響 那我們應該要如何保育它 那也帶他們做到這些社區的一些淨灘的活動 希望他們藉由他們自己來保護他們自己的社區 那他們也做了一些量化表還有質化的表 那他們當然我們的活動相當成功 因為今天剛好是第三屆 我的學弟妹們又繼續去辦 那他們知道這個海洋保育的重量系還有環保 那我們還加入了一些自信心等等的一些課程 那最重要的是我啟發了他們以後要讀海洋系的動機 也在此找到了一個學弟 相當對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欸不是震撼 對我相當的鼓舞這樣 OK 那我可以做了量表 就是他們原本對 其實他們是離海最近的一個島嶼 也非常仰賴海洋 可是他們對海洋 震撻的保育卻是相當少的 我認為這方面政府可能還是需要再做一些加強 那除了我帶的那些課程以外 其實他們島上也有一些自發性的一些 症態的環保的團體 那他們也會定時的監測這些螃蟹 也會找我討論 就是像他們想要制定相關的政策 在這個陸蟹繁殖的時候可以封閉一些道路 然後讓他們可以順利到海邊去試用 對他們未來想要對屏東新政府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其實這個是紫地蟹 那差在小琉球相當多 其實我們知道澳洲的聖誕島 Christmas Island 他們其實也是陸蟹的大公 他們是紅地蟹 就是他的表兄弟 那他們這個澳洲聖誕島 其實對這些表兄弟相當尊重 他們有60%是化為國家公園 那也在這個遺 就是遷移的時候也吸引了大量的觀光客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我希望還保育 不是在就是等到他快要沒有了才開始保育 那就已經太慢了 像這個人就是剛好是我 OK 他就在講就是黑鮪魚不是到了最後一條才要保育 就跟這個龍頭魚一樣 剩下最後二三十隻的時候 我們再來談保育 其實就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趁要數量多的時候 我們應該就要開始保育 那接下來我要講我的最後的結論 我的陸海成績呢 陸就是陸蟹生態 就是由陸蟹生態引發海洋教育 再來呢 達到生生不息的概念傳達給民眾 最後呢 就是積不容花 現在就要開始 好 謝謝大家